为什么大家这么热衷于所谓的父亲节啊母亲节啊 为什么没有人设置子女节呢 实际上啊 人只有通过生育子女作为中介 才能变相的让自己的基因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让自己积累的财富继续归属于自己的下一代基因 实际上啊 子女无非是赴某种形式的化身 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啊 人的痛苦来自于脱离母体造成的巨大缺失和欲求不满 以及继承父母基因和财富而连带造成的对等责任制 当子女逐渐成年 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父母利用 成为其肉体和财富的传承工具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也会重复自己父母做过的事 即生育自己的后代进行新的基因和财富传承 父母对于子女不是恩赐而是利用 但是子女也在制造并且利用下一代子女 用来延续自己的基因和财富 所以道德上每一代人都平等 因为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 我们所有人都在帮基因打工 基因是终极老板 而人对于父母的爱 从根源上来说并不是爱父母 而是爱自己 因为父母的意义啊 就是即将淘汰的上一代的自己 而现在的自己呢 终有一天也将像他们那样 被时间淘汰 终极的爱啊 就是自我的哀悼和怜悯 以上啊 这篇文章啊 是这个油管上的公众号 叫这个正经孙老师 这个孙老师呢 年纪不大啊 80后 他呢 就经常看一些比较古典的哲学啊 古典的这个财经啊 政治啊 这些书籍 他呢 对这些啊 就是这种比较书卷气的这种啊 这种表达方式吧 就比较熟悉 你像缺解就不会这么说啊 什么 什么制造 被利用下矮的 其实父母啊 就有一个帖子说的特别好 其实父母对子女无恩啊 父母呢 就是来PUA子女 来剥削奴役压迫 子女为自己打工 是吧 传承自己的所谓什么财富 为什么 为什么既然说 你要是利用子女来传承你的财富和基因的话 为什么你会重男轻女呢 难道女儿就没 就为什么你就不让女儿来继承你的财富呢 就很多很多啊 这些理论这里面的东西啊 就太复杂 一涉及到父权制 男权制啊 就非常复杂 你像这种男性的啊 这种学者啊 他是不可能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啊 给你掰去什么重男轻女啊 什么男尊女卑啊 什么男权父权文化啊 他们只会站在啊 就会宏观的啊 什么子女 子和女啊 是非常不同的 这世界上啊 真正的继承父母的基因和财富的只有子 而女是被父母吃 被父母生的儿子吃的 这你如果说这样的话啊 这可能啊 让很多女网友就受不了了 哎呦 他不能接受 我说自己啊 这辈子居然呢 不被自己的父母爱啊 他就觉得 哎呦 那我这辈子活着啊 不就没意义了吗 啊 我活着我就没有人爱了吗 你说我还要跟外面的啊 就是尤其是女网友会会想啊 你看我从我自 啊 从自己的老公那里得不到爱 从自己的婆家那里也得不到爱 如果说父母再不爱自己 哎呦 那他们简直无法活了 那确切想说啊 哪怕是你的父母不爱你 哪怕是你的父母在吃你 哪怕是你的父母在压迫你 哪怕是你的父母啊 把你撕碎了给你的兄弟啊 喂给你的兄弟 但是你也得爱自己 就是自爱啊 自重啊 当你不再学你的父母来剥削利用你的子女 你的这一生啊 你就是永生 你不需要通过所谓的 利用下来的传承 所谓的你的那点垃圾基因啊 来繁殖啊 你你你你仍然是活着的呀 你就活在你这一世 活在你当下呀 你不需要啊 看到父母在父母身上看到啊 他是被时间淘汰的 老去的自己啊 你就感到哀悼啊 连绵自己 你也不需要看到啊 说这个下一代的啊 所谓的什么基因的传承 什么下一代的自己啊 我要剥削他 我利用他 学父母那一套 你就把你这一世啊 把你这一生过好了 你就自己爱自己 尤其是女网友啊 千万不要被垃圾的啊 男权文化毒害自己 男权毒害真的是无孔不入啊 对 生活中任何一个例子 学姐都可以给他掰扯啊 这就是在毒害你的 这就是毒文化 对女性来说毒文化 这就是利男损女的 比如说啊 现在专家啊 国内的这个专家啊 还在推广什么 给女性上环呢啊 说什么女性上环啊 是非常科学的 是最好的避孕的 这不又在做见妇女的吗 已经啊 豆瓣的这些啊 这个女权都已经 把这个女性上环啊 还有拿出自己妈呀 那个环已经 跟自己的子宫长在一起啊 取环的时候 连肉都拽出来了啊 一生的啊 这个母亲得了 就基本上大半辈子的 这种妇科炎症 妇科病 孩子忽悠女性 给女性上环呢 现在国内的啊 那你说这种 你就得自己有辨别能力啊 你不能轻信的 你说想 哎呦 专家还能骗我吗 专家还不是科学吗 哎呦 缺姐想说啊 科学家呀 是为政治服务的 科学家绝对 不会告诉女性 女性的阴道 不是性道 而是产道 女性的性机关 性机关呢 也不是阴道 而是阴地 啊 这种女权理根 就太多了啊 就是 反男权的 反父权的 那些毒文化 太多太多了 啊 以后呢 缺姐会慢慢的 给大家掰吃 也不用怜悯自己 你说你得到父母的爱 或者说你得到很少的爱 或者说你把父母的爱 伪装成我 父母就很爱我 全部的爱我 我好阳光 我好 我好这个幸福 啊 这也没必要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谁爱不爱你 都跟你没关系 你爱你自己 这就足够了 不用什么父亲节 我要感恩父母 感恩爹 感恩娘 他们传承他们的基因 是吧 他们完成了 他们自私的目的 利用你 在你身上 得到了各种价值 那他们已经 就 把那个利用完了 那你干嘛说 你要像一个奴才一样 像个奴婢一样 像个下人一样 那种 不谦卑的去感恩谁 感恩这 感恩的 你应该感激你自己 能活到今天 能够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力 能够活到今天 而且你活得不错 那你就应该感恩自己 这个世界上 你千万不要怜悯自己 你一定要感谢自己 一定要爱自己 而且 作为女性 你一定 不能被 这些独文化洗脑 你得有自己的判断力 这种独立的思考能力 逆向思考的能力 这就是缺解 在这个什么 所谓的父亲节 什么母亲节 这么一点感想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